大家好,我是菲儿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楼空的鱼腹帽的勾置方法 这款鱼腹帽呢,我在视频中的第五行啊 给大家分享的是,这是一二三四 第五行呢,是隔二加一啊 实际在实际应用中呢 如果咱们头位比较小的话 可以勾隔四加一啊 让这一圈稍微小一点 这样呢,咱们在第六行,第七行的时候呢 再勾一个隔四加一啊 可以,如果是就是头位大的呢 可以勾隔二加一 再给第七行的时候勾隔三加一啊 咱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的加针 或者是就是隔几行加针 咱们根据自己需要来啊 接下来呢,咱们开始进行编织 咱们用这个粗的冰丝线啊 和5.0的勾针来勾这款楼空帽啊 咱们把这个线啊 看,把这个短的啊 短的这头,咱们放在下面 把粗的这头放在上面啊 然后咱们开始来勾 这样,用手捏住这两根线啊 然后呢,勾针从这个大线穿过 勾过来一针 勾过来一针,咱们勾一个锁针啊 好,勾一个锁针之后呢 咱们开始立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好,在第三针上咱们挂一个记号扣 接下来咱们开始勾 12个长针啊 绕线 通过这大线圈 勾过来一针 然后先勾过来 头两针 再勾过后两针 这样呢,就一个长针就勾好了啊 按这个方法咱们勾12个 绕线 勾过来一针 先勾过前两针 再勾后两针啊 咱们就这样啊 先勾出12针 我们12针勾好以后啊 我们把这个线头用力的拉紧啊 用力的拉紧 让中间这个线圈收小 接下来呢 我们把记号扣这针取下来啊 在记号扣里 这一针里我们做一针引拔 好,我们做一个引拔针啊 好 引拔针勾完以后 勾一个锁针 接下来啊 立四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四 好 记号扣接着扣上 下一个这个双辫子里啊 我们勾长针 一个长针 这一个长针勾完以后呢 我们勾一个锁针 然后继续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勾长针 我们这一圈的勾法呢 就是 勾一个长针 然后勾一个锁针 就这样重复啊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每个针目里对应着一针啊 咱们就按这个方法 把这一圈勾完 我们这第二圈勾完以后啊 我们在这个 看 数一一二三 我们在这第三个辫子针这个位置啊 我们勾一针引拔针出来 好 引拔一针之后呢 我们开始勾下一圈啊 先勾一个锁针 之后我们在这个大洞眼里啊 我们把记号扣先拿下来 别在这个锁针上啊 好 我们在这个大洞眼里啊 勾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然后我们越过这个 这个大的长针啊 在下一个洞眼里继续勾两个短针 我们第三行的勾法呢 就是每个大洞眼里勾出来两个短针啊 这就是我们把第三行 按这个规律给它勾完 我们第三圈勾完以后啊 第四圈呢 我们就重复第二圈的勾法啊 先在这个双辫子这个位置 咱们引拔一针 引拔一针出来以后呢 咱们立四个辫子针啊 一 二 三 四 立四个辫子针之后呢 咱们勾一个长针 咱们在下一个洞眼里啊 在下一个洞眼里勾一个长针 勾一个长针 然后勾一个锁针 然后咱们就重复 一个长针 勾一个长针啊 每一个洞眼里勾一个长针 然后勾一个锁针啊 重复这个勾法 把这个第四圈完成 咱们第四圈啊 最后一个锁针勾完以后 咱们在这个第三针这个位置啊 咱们做一个引拔 引拔完以后 在这个大洞里啊 第五圈 咱们引拔完以后 在这个大洞里啊 勾一个大洞里 咱们勾出来两个短针啊 这样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咱们这个大洞里勾完两个短针以后啊 咱们在这个 上一个就这个 长针这个位置啊 就是长针这个洞眼里 再勾出了一针 这就是三针啊 咱们重复这三针的勾法 大洞里勾出了两个短针 在大洞里勾出两个短针 然后在长针的这个辫子上啊 在长针的这个辫子上 咱们勾出了一针 好 咱们就重复这个勾法啊 大洞里勾两针 然后这个辫子针上呢 勾一针啊 这个长针的辫子针上勾一针 咱们就重复这三针的勾法 把这一圈勾完啊 这是第五行的勾法 我们第五千继续啊 最后一针 咱们在这个针洞里 引拔一针 引拔一针之后 咱们继续立四个辫子针啊 一 二 三 四 立完四个辫子针啊 咱们隔一个 隔一个 隔一个双辫子啊 隔一个辫子针 然后在下一个辫子针里 咱们勾出一个长针 勾一个长针 然后再勾一个锁针 然后咱们就重复这个勾法啊 隔一个辫子针 再下一个辫子针啊 就隔一个洞 隔一个洞眼 在下一个洞眼里 勾长针 勾出一个长针 再勾出一个锁 再勾一个锁针 就重复这个勾法啊 隔一个针洞 在下一个洞里勾长针 一个长针 然后一个锁针啊 咱们第六圈就重复这个勾法 把这一圈勾完啊 咱们看一下啊 第六圈勾完呢 咱们量一下啊 量一下头围 量一下这个周围这一圈啊 这一圈呢 正好是50 567这样的啊 厘米 这样大人头围就够了啊 如果是针细一点的呢 还可以再就是勾一圈的 就是短针格四加一啊 但是我这个 因为咱们这个针粗 线粗啊 这个茂围已经够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开始勾茂绳部分啊 茂绳部分呢 咱们就是 这样啊 咱们还是从这个第三个 这个针目里啊 勾一针引发针出来 勾一针引发针出来之后啊 咱们勾 在这个大洞里啊 勾短针 每个大洞里勾两个短针啊 一个 两个 咱们这往下的勾茂绳的那时候呢 咱们就不加不减的往下勾啊 就这样 咱们这一圈呢 是勾两个短针 每个大洞里勾短针啊 完了下一圈呢 就是啊 隔一针 勾一个长针 咱们先把这圈短针勾完啊 然后再讲一遍 好 我们这一圈的短针勾完以后呢 我们引拔一针 之后继续立四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四 四个辫子针立好以后 绕线 咱们空一针 在下一针里面 勾长针啊 我们之后就重复这个勾法 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再继续绕线 空一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 勾长针啊 咱们就重复这个勾法啊 勾一个长针 勾一个锁针 然后空一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 再重复这个勾法 我们冒绅呢 就是勾一圈短针啊 每个大洞里勾两针 就是勾一圈短针 然后再下一圈呢 就是勾一圈长针啊 就是长针 按这个勾法勾一圈长针 咱们就是一圈短针 一圈长针 一圈短针 一圈长针 这样往下勾啊 来勾这个冒绅这个部分啊 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帽绅 从这个帽顶梁 向下梁啊 梁够17.5或者18.5 就可以了啊 如果喜欢这个帽绅 不要太长的 17.5啊 17.5厘米就够用了 我喜欢长一点 我就勾到了18.5啊 咱们帽绅勾好以后 接下来呢 咱们开始勾帽檐啊 帽檐这个 我们这一圈啊 是一圈的短针 接下来这一圈啊 我们把这个一针 先引拔完 好 最后一针 引拔完之后啊 我们接下来这一圈呢 我们就勾一圈 隔二加一啊 好 接下来这圈 我们勾隔二加一啊 一针 两针 在第三个针目里呢 加一针 我们就是这样啊 一对一的先勾两个短针 一针 下一个针目里 再勾一针 在第三个针目里 勾出两针啊 这就是隔二加一 我们把这一圈勾完啊 咱们这一圈的隔二加一 勾完以后啊 接下来呢 咱们就不加不减的啊 每一个针目里 对应着一针 勾短针 咱们勾六圈啊 咱们就按这个 每一针啊 每一针对应着一针 咱们勾六圈 咱们这个鱼腹帽就勾完了啊 来我们看一下啊 这帽子边呢 我是不加不减的 勾了七圈啊 勾了七圈 咱们就结束了 之后呢 咱们给它断线 线拉出来 咱们拿出一根缝合针啊 咱们拿出一根缝合针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下一个针目啊 从下一个针目的这个位置 咱们穿过来 穿过来拉紧 拉紧之后呢 咱们再从上面啊 从这个刚才出来这个线头 这个针目里 再给它穿到下面去 看 这样呢 我们就一个 稍微拉紧一点 这样你看 我们一个无缝的一个 边就做好了啊 然后剩下的呢 我们这个勾了线呢 就在反面 给它隐藏一下就可以啊 我们就任意的 给它找个位置 给它隐藏一下啊 咱们最后啊 最后一针在这里收完呢 是一个很漂亮的无缝缝合啊 就这款帽子呢 就勾置完成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芬儿姐 喜欢芬儿姐 喜欢芬儿姐的视频 您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